是怎麼樣的衰法 是現實也很衰還是在戲中的 沒有是這個角色 在戲中很隨 就是他可能只是要停個腳踏車 位子就在接個電話的瞬間被搶走了 然後可能是掛號女醫生看醫生 結果女醫生突然有事 就變成男醫師看了 所以他想要做任何事情都事與願違 然後他就是常常可能 又有一點點個性比較天馬行空一點 所以他就是發生各種事情的時候 他都會除了一個吶喊之外就接受了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一個一直會 集成世界所有的衰於身上的一個女的 對對對對對 各種 然後什麼東西掉下來就一定會找到他 大概是這種衰度 那對於就是你的對手 對手啊 胡逸跟就是軍隊 你覺得他很衰嗎 有沒有衰到你的身上 他好像真的蠻衰 但是好像沒有衰到我身上 反而是他的衰運 造成了我的好運 喔 怎麼說 對啊 他不是一天到你進醫院嗎 為了救我進醫院 對 他為了救我還 炳炳炳為了要救如龍還受傷 這樣 對 我是盡力的想要遠離他 跟請他這個人不要靠近我 因為 因為 他真的是太衰了 偏偏就是 他遇到他之後 連我也開始衰了起來 就衰上加衰 然後 哇我們 我覺得 其實你現實生活當中也蠻 而且他的名字叫 連雨寒 就御寒 就一直 我們遇到很冷 跟遇到下雨 就御寒 雨跟寒 這樣子 哇 我們拍攝的時候 常常 只要我在的時候 就大晴天 他只要一來 烏雲就來了 然後大開始準備要下雨 這是真的 對對 我就是一出現 雨就開始下 然後就不聯繫了 嗯 嗯 那剛剛裡面的偏話 有一個蠻有詞 是你兩個人在舉重點 就是 關系原家 對 當你在看面子 發現醫生竟然是他 那時候 當下這兩場戲 你們兩個人可以談一下嗎 那兩場戲 就是你剛剛說的 呃 因為我們前面有一些 小小的 也不是 不只是小小的 大大的一些衝突跟誤會 但沒想到這個 我最討厭的人 居然是 來掛了門診 變成我的病人 那 在一個這麼尷尬的氣氛之下 我卻又幫他內診了 應該問問他被我內診的心情 我覺得就是 除了可能 停個腳踏車 車會被搶走 然後進來發現 醫生不是我掛號的醫生 然後而且還是剛剛在門口 跟我嗆 嗆瞎的人 我就覺得天啊我不想看了 可是當我覺得我要走的時候 護士小姐就說 你看起來很不好 留下來看一下吧 那因為我又沒有時間 好不容易掛到號了 我就硬著頭皮還是給他看 那在看診的過程中 越發覺得他越來越討厭 就是這個人就是 除了讓我很衰之外 也讓我心情很不好 我想問一下 這個內診的那個橋段 你當中的裸露 是你尤其來最大的尺度嗎 我們沒有 我們就看一下嘛 到時候是看收看嗎 對 對 對 他有寫 我沒有看過他這麼裸露 你好煩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第一集 他本人遊戲來最裸露的一次 這個是關於那個器官的 不是只有皮膚上 不是只有表層的 我們簡直像外星人一樣 帶大家探索了一下 人體的器官 Discovery 對 你自己的感覺怎麼樣 這麼赤裸在螢幕裡 會的鏡頭呢 就順便健康檢查 我就覺得算了啦 就讓他過去 反正 就是健康檢查什麼的 本來就會這樣 對 但是當然會有那種忐忑跟緊張 所以就是很真實 覺得給男醫師看就會 就是我 現實人生中 我也才不想給男醫師看 所以就是很真實的表現在戲裡面 我覺得每個女生都會遇到這種問題 對啊 就不會想要給男醫師看 可是沒辦法 你還是要相信專業 他們真的是專業的 嗯 對吧 你的男神是誰 不是你啦 我當然不是說是我 我說如果是那個副展科醫生 是你的男神呢 嗯 我想一下 現在更不想讓他看吧 我喜歡小田切讓欸 如果是他呢 你一走進去發現是他 然後 當然就坐下來啊 看 看 看 可以喔 我覺得就拉近距離囉 就來直接接起男神 會不會太近 沒有 就是一個專業 一個專業 對 明明只要你露肚子 你把小田衣服都脫了 會 對 另外好像不太能接受 是不是 如果自己 這樣你應該自己身上發 那我嗎 對啊 對啊 你剛剛笑的 搖頭欸 對 我覺得如果是我的男神來 我可能 我可能 欲懼還你 沒有 沒有沒有 應該還是不能 我也是比較保守 大家還是會想一想女醫師啦 我說如果可以選的話 對 如果可以選的 對 應該都是 對 對啊 那國異的初體驗呢 就是 幫女性內診 幫女性內診 其實當下 我好像完全沒有想這件事情 他很疏離的 他就這樣 欸那個什麼 就 非常疏離 可能醫生吧 因為 醫生這個 這個身分下 已經好幾個月了 所以對於病人都一視同仁 反而有時候病人比較扭捏 還會造成我很緊張 我還記得我那個 我那時候拿超音波 在照你的身體的時候 我自己手汗直流啊 我的手比你的肚子還滑 我很緊張 因為他的緊張額 讓我也跟著一起緊張了 對 那剛剛有說到有很多火花 要不要再講一次 會有什麼樣子的火花 可以讓大家期待 謝謝你喔 我覺得這次很特別 就像大家看到的 呃 我們的主場景在醫院 同時也有餐廳 我們在一個現實生活中 但卻又在一個遊戲當中的虛擬世界 我覺得這一次這一部戲 非常的多元化 而且 我們試著玩了一種 非現實的表演 非現實的反應 非現實的節奏 我們 我相信每個人 在跟不同的人對手的時候 多多少少都有用到了這一些 那我覺得 這一次也是 我第一次使用這麼多這樣子的表演方法 希望大家在看這部戲的時候 是可以抱起一個很輕鬆 很開心的心情 在看這部戲 畢竟 對啊現在的世界已經夠累 夠辛苦了 希望我們的表演 可以替大家多帶來一些歡樂 嗯 他剛剛很想到就是有真的照那個孕婦的場 看到小孩 嗯 當下有沒有很感動 覺得自己也很想要抱小孩 有有 當下真的 媽媽好像看很多次看得很習慣 反而是我 我照到快流眼淚這樣子 就是看到 哇真的活生 他再兩個月就要生了 已經七八個月的小baby這樣子 當然也會 對而且由於我自己的姐姐也馬上就要 現在正在代產 他應該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就會生了 對對對 今天嗎 今天今天 對我又多了一個侄女 所以在做這樣子的動作的時候 我心裡都是很感動的 對但同時也會 一直罵裡面的那個小孩 對 就趕快出來 不要讓媽媽這麼辛苦 不要一直這樣痛一下又不痛 痛一下又不痛 對 這樣子的心情 那自己會不會想婚 想婚是還好 但我很想要有小小小小baby 我今天早上在弄頭髮 在髮廊之後遇到佑順 然後帶雷雷 對 哇雷雷變好大一個 對那個時候 他們要出國前 然後雷雷還有一起來客串 我跟佑順演的那個戲 對 然後現在雷雷已經是可以 可以跑可以跳 已經開始 會生氣了這樣子 自己也 當然也會想要有一個自己的小孩 對啊 當然會的 有想要在什麼時候之前嗎 這種事 哇說不定耶 可能很突然就來了 可能也可能四五十歲都還沒有 對啊 對啊 謝謝 謝謝 謝謝